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通过网站对食用油、油脂及其制品、饼杆、蛋制品、豆制品、粮食加工品、饮料、冷冻饮品和食用农产品等8类食品1638批次样品的抽检结果进行了通告。 通告结果显示,根据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检验和判定,出一样的检验项目合格样品1625批次,不合格样品是3批次。 在被检出的不合格样品中,4批次机蛋服本依靠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 其中包含,深圳沃尔玛百货零售有限公司近来全城路分店销售的,来自沙东省辽城市绿名商贸。 有限公司的鸡蛋服本依靠减出结果为0.907批次,陕西省卫南市临位区港五兵鸡蛋销售不销售的土鸡蛋服本依靠减出结果为2.14批次,陕西省卫南市临位区六乐活勤在沙店销售的鸡蛋服本依靠减出结果为2.29批次,南京市,雨花台区人和粮油店销售的来自江苏省南京市, 日后负禽蛋批发的羊鸡蛋服本依靠减出结果为0.92批次,陕西省卫南市临位区六批次食品不合格中,六批次鸡蛋不合格,前五批次鸡蛋服本依靠被减出后的又一次相关通告。 去国家市场接管总局同时公布的资料显示,福本依靠右称福甲蜂梅素,是农业不批准使用的动物专用抗制药,主要用于明改细菌所制的猪,鸡,鱼的细菌性疾病。 动物性食品中受药最高残留限量,农业不公告第235号中规定,福本依靠在鸡蛋机中禁用,鸡蛋中不得减出,正常情况下消费者不必对鸡蛋中,减出福本依靠固分担心。 但长期使用福本依靠残留超标的食品,对人体健康有一定影响。 鸡蛋加前进用福本依靠,福本依靠是一种农业不批着使用的动物专用抗制药,主要用于敏感细菌所制的猪,鸡,鸡,鸡的细菌性疾病,尤其对呼吸系统感染和肠道感染疗效明显,但鸡蛋加前进至使用福本依靠。 福本依靠自研究成功以来,在日、美、欧多个国家及地区得到广泛应用。 中国农业部第235号公告,动物性食品中受药最高残留限量规定,福本依靠作为广府抗争药物,可用于猪、牛、羊、鲸、鱼等群处。 福本依靠一般是通过肤料添加或者加前疾病,导致出群体内残留的鸡类。 福本依靠,特别是对鸡的生殖系统有消炎作用,但同时会轻度抑制生殖激素的产生,造成鸡蛋早期胚胎的死亡。 所以,235号公告,动物性食品中受药最高残留限量规定加前产蛋机用。 从检验角度,肌肉、皮、脂、鸡、肾、肾中允许减出,但鸡蛋中不得减出。 美国相关法规标准规定,福本依靠可用于猪、牛、鱼、欧盟,则只允许用于鱼类。 长期食用存在健康风险。 福本依靠的ADI值平均日允许摄入量为0。 3克每千克体重天,以60公斤体重成人计算。 每日从饮食中摄取0。 180克福本依靠没有健康危害。 这样强情况下消费者无必对鸡蛋中,减出福本依靠顾分担心。 但长期食用福本依靠残留超标的蛋品,对人体健康有一定风险。 鸡蛋中减出福本依靠来源,可能是企业的鸡饲料,添加或者加勤疾病中,使用的福本依靠残留积累在加勤体内,进而传递至蛋品中。 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别忘了按赞哦。